别人过眼神 我遇见对的 即上次VWord发布了V1X之后 VWord可没有在那边闲着呢 马上他们就要发布最新的VWord11 好了 事不宜迟 让我们来快速开箱 看看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白色的盒子 手机 说明书 保修卡 规卡针 透明的手机壳 充电器 Micro USB Cable 还有耳机 接下来就到紧张的时刻了 登登登 这个是最新的VWord V11 它居然采用了6.4寸的FHD Plus Super Almond的荧幕 这个难得就是传说中的美人监评 VWord官方称之为 Hello Full Wheel Display 而Hello是光环的意思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背面设计吧 居然是3D弧度设计 背面还有由蓝键变成紫色的设计 哇 这真的好有星云的感觉啊 而贴合手掌的机身操作起来也十分舒适 同时它的12MP加5MP双摄像镜头 方便还采用了银色的边框 Vivo的logo也是用银色来呈现的 所以颜值简直是up啊 配置方面则是搭载了6GB RAM与128GB的内存 它搭载了Snapdragon 660 AIE处理器 此外它也有3400mAh的电池容量 而这个美人肩上的呢 就是Vivo V11的25MP的自拍镜头 因为镜头在中间的关系 也方便了大家自拍的时候 能够更加准确的与镜头确认眼神 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确认过眼神 我遇见对的镜头 现在每个手机都搭载指纹解锁 Vivo V11也不例外啦 你看看光滑的寄生病院 诶 中午我找不到指纹识别的地方咧 诶 啊 上次我们都被Vivo Next的屏下 指纹识别给吓到咯 你绝对没想到其实Vivo 那么快就把它引入总结手机了吧 没错 Vivo V11也和Next一样 它们的指纹识别都是在屏下哦 你看看Cushion的解锁 诶 溜溜溜啊 好了 是时候说说游戏的性能方面吧 Vivo V11同样自带了Game Mode 打击有Game Mode的加持 还不怕别人干扰 所以你们不用玩游戏的时候 怕你的父母中途打电话过来咯 我们这次试玩了PUBG Mobile 王者荣耀 Xperl 9 还有崩坏3这四款游戏 PUBG Mobile我们将画质调至最高 经过一小时的游玩 Vivo V11并没有任何卡顿的情况出现 机身虽然会有点温热啦 但是不止于烫手 而电池的续航力也很高 从刚刚的100%持续完至一小时后 还有82% 有别于其他手机的快充功能 Vivo V11在充电的时候 耗用双充电芯片和双充电路 并连的双引擎闪充技术 也就是说 除了比普通手机充电速度快两倍之外 它的9充安全防护技术 还大大提升了安全性 可以自动侦测手机温度 电压电流电池和电视配器是否有异常 让你充电快速又安全 我们尝试在82%充电5分钟看看 你看你看你看才5分钟罢了哦 你看已经到了87%了 是不是很快呢 在玩玩者荣耀的时候 同样将所有游戏效果调至最高 你可以看见 团战中是没有卡证的情况出现 或许别人的中阶手机正在卡证呢 而你正使用着拥有91.27% 平占比的Vivo V11 顺利推它成功 S4 9一款只要一卡 就不好玩的搞画质猜测游戏 从试玩过程中可以看到 用这款手机玩猜测游戏 其实是不会因为画面渲染处理多 而导致吊针等情况发生的 一路顺风到终点 真的是损损啊 崩坏三 二次元项的动作手游 想要完美的打击感体验 首先便是要手机可以支持 高画质的技能输出 与不会因此而频发掉针 我们尝试使用各种华丽技能 打击敌人 可以看到Vivo V11的配置 是可以稳住针脚的哦 其实它还有挂机功能哦 你只要在旁边滑出来 点击这个按钮 它就会自动黑屏 但是你的游戏还是在运行中的 对于RPG手游来说是非常实用 不单只省电也很方便 上班族后玩游戏 却又不想被老板发现的时候 真的是 说了那么多 Vivo V11打game怎样厉害 是不是都很想要呢 可是当你想要换手机 买Vivo V11的时候 你的女朋友出面阻止你 你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就要接下去看了 相信每个男人心里 都会有过不去的看 叫做帮女朋友拍照 为了达到美白 显瘦长腿 各种花式找角度 但是女朋友还是不满意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Vivo V11它能帮到你哦 Vivo V11不但有AI拍照功能 自动根据场景油画照片 让你无时无刻都像个专业大师 更过分的是 内建的AI Portrait Framing功能 还能知道你 怎么样在拍照的时候 找到完美的构图 简直就是你的摄影导师啊 会拍照的Opah 才是好Opah Vivo V11还有一个特别溜的地方哦 就是自拍功能 只要把手机拿起来 AI美颜相机一开 哇塞 男神女神立刻诞生了 除了AI美颜自拍之外 你还可以手动调整美颜功能 例如美白啊 瘦脸啊 瘦鼻子啊 大眼等等 突然觉得人人都可以变成网红了 可可 它按出自拍的时候 还会帮你自动曝光哦 按下自拍键后 它荧幕会白光一闪 拍出来的时候 你的脸就不会因为阙光而黑黑的啦 这下连给女朋友买的自拍神器的钱 都省回来啦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多买几款游戏咯 你看 前后镜头都那么厉害 还有谁可以阻止你换手机呢 哈哈哈哈 Vivo V11的建议领售价为1699 这款颜值高 而且高性价比的中阶手机 想必会成为人们手中的热卖款了吧 你们觉得这款Vivo V11如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了 这次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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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计时获取免费游戏的消息 只要在专业的following里选择CIFUS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打开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资讯啦